我真的覺得男生 為什麼沒有辦法 就把衣服放到洗衣欄這件事情 對 因為 洗衣欄就在旁邊 她可以投在旁邊 對 她就是 我跟你講 這從一進門開始脫 然後挖在這邊 衣服這邊 必有大痕跡 可是亂亂的 不是最後就變成女生要收啊 可是他們說 也有女生把家裡搞得亂七八糟 有女生把家裡 有女生比我髒耶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要把內衣褲都掛在浴室裡面 因為妳的衣服不會這樣子 妳每天洗內衣 不然內衣要掛在哪裡 蔡小潔 我們常常講的就是妳喔 我們最不相信就是妳囉 妳家衣很亂 陽台會被別人看到 然後妳洗完當然就要馬上採錢 看到又不會整 她又不是看到妳的人 尺寸太大嗎 妳都在家裡睡衣服 妳都一直不掛 妳內衣褲能在浴室裡面曬 這樣會長霉菌 不是 妳此刻先不要發言 因為妳已經被我們歸類為驢了 你們住過的是女生比男生亂是吧 我遇過女生比我亂的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很愛乾淨的人 妳是愛乾淨 對 我很愛乾淨 然後女生那個衣服 她亂丟就算 我會幫她撿 我會幫她洗衣服 她連不曬我都幫她曬好 最討厭就是她那種垃圾 她垃圾就不丟 她垃圾不丟以外 不分類 我覺得不分類這個很誇張 然後有時候因為吃水果 我每天都吃水果 她那丟到垃圾桶裡面 長的那個蛆 然後我說 你今天拜託七點前回家把垃圾丟 她就硬要七點後回家 她說我不知道 就七點回來 那你跟她同去多久 三四個月我就受不了了 因為太髒對不對 太髒了 受不了 而且她是很漂亮的女生 讓我覺得說她應該是 會打扮好好的 會把自己整理好 應該是家裡面很乾淨 好 那博恩是不是 也發生了這件事情 是三四個月之後 你其實對她的迷戀也已經消失了 後面再忍耐 後面就沒牆了嘛 後面再忍耐 所以根本就是玩完了 就已經厭倦真實的人生了嗎 沒有 就是因為同居了有沒有 會不會是因為你已經不愛了 所以你開始抱怨 沒有 我還是很喜盼 你是不是同居的時候 看到她這樣子 同居看到她一些其他的點 你就會覺得對這個人優勁 然後你怎麼跟她分手 她那個七點後來回來我就說 妳不要跟我一起住了 因為我說妳這樣子 我每天生活 早上起床 旁邊 在那邊飛來飛去 妳受得了嗎 好可惜 妳可不可以去收呢 後來我就去把她收掉 妳用大白話跟對方說 我們不要再住一次 因為她住進來 她自己就寫一個生活公約 她說寶貝 我每個禮拜天 會整理家裡 然後禮拜一怎麼樣 然後每個禮拜 我們有一天要一起吃晚餐 寫得很漂亮 然後貼在那個房間門口 結果每天妳看到 我每天就想要拿那筆把劃掉 那她來住的時候 你們有分擔生活的費用嗎 她有幫你分擔嗎 生活費用是分開的 可是家裡有果蠅 在飛不是也滿浪漫的嗎 你知道嗎 快點 用蝴蝶 不是螢火蟲耶 妳怎麼搞錯 就製造把它轉成是浪漫的事啊 所以當時她 她有沒有很好的接受 妳這個不要再住一起的建議 我們就說 不然我們先分開住好了 她就OK嗎 她就OK 然後她把東西就分走了 東西是我把它整理好 因為她也不會整理 我把它整理好 然後那個箱子把它寄回去 所以不至於分手 只是先分開 先分開然後再分手 再分手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是男女的問題 也有這樣拉搭的男生 也有這樣昂昂的女生 可是問題是同居的時候 大家都把自己的黑暗面 曝露出來 戀愛的時候 我們給的都是光明面嘛 可是同居的時候沒辦法 那黑暗面就是 就是我覺得是同居的時候 適度的還是要包裝自己 還是有 你知道嗎 那一塊糖衣還是 稍微不要完全 好 那我問一下 所以很多二歲的人 所謂的同居是住在那種 只有一間的 幾乎都是啊 一個臥房的可怕還不在這裡 我碰到過 我自己碰到最可怕的事情 這是前女友的事 她媽媽要來 她媽媽她就跟我說 你今天晚上不要回來 因為那時候 我自己還有住的地方 就不要回來 她要跟她媽媽睡 因為只有一個臥室 但是我忘記了 我那天搞到11點多才回家 燈已經關了 我想說奇怪 她今天怎麼那麼早睡 那好啊 為了避免吵到她 我就在客廳就把衣服脫 就剩下 剩下內褲 然後到了那個 臥室門口 臥室門一打開的時候 忽然啪 燈一亮 然後她媽媽 穿著睡衣躺在床上 然後她站在廁所門口 妳幹什麼 妳幹什麼 還好你沒有躺下去蹦住她 所以妳看居住正義多麼重要啊 我們一定要有兩間以上的房間 所以我媽媽就一直愛上她 就是不要... 所以一間臥房跟一個客廳 也不夠用啊 是啊 除了就兩個吵架之外 就是可能她會選擇睡沙發 或者吵架就先各自回到原本的家吧 對 蘿美媚 妳去睡過浴缸耶 對 睡浴缸幹嘛 不可能 不是 妳是在公聖嗎 不是 因為那時候 我媽媽幫我介紹一個男朋友 那是...就是家裡環境很好的 所以他就...我們就約會一下 我們就去法國去旅行去 然後他就去找一個非常... 在Ritz裡面住就很漂亮 但是問題是他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睡覺的時候 他一定會打呼 所以他有一個機器 是一個機器 然後帶了像一個向人一樣的東西 然後幫助他呼吸 所以他就不會打呼這樣子 是一個面罩 是一個面罩 然後但是是整個一個機器 所以他那時候去法國的時候 他就整個機器帶去了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就... 他說 我說不用... 妳今天可以先不要用這個東西 我有帶安眠藥 妳先看我睡著了 昏倒了 妳再睡覺 然後他就說好... 然後晚上我就先睡 可是晚上我就覺得好吵 他還是把呼把我打醒了 所以安眠藥沒有辦法讓他... 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也不要把他叫醒 他睡得這麼香甜 因為白天購物已經很累了 吃飯玩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他的客廳旁邊還有一個廁所 那個廁所很大 裡面還有浴缸 我想說好 那我就把那個廚子打開來 把那個多餘的被子 鋪到浴缸裡面去 然後拿了枕頭 然後拿了被子 我想說睡著浴缸 那浴缸滿大的 我想OK的啦 這樣子 然後我睡下去以後 那就好像洗澡一樣這樣躺著 可是我腳踐 晚上睡的時候亂捅 亂捅的 一捅 把那個水龍頭捅開 然後那個水龍頭打 就整個打下來的冬天狠狠 我就大叫我 然後他聽到我大叫 他說什麼事 怎麼看 結果我不在旁邊 然後衝到廁所來 因為循著聲音走來 然後看我整身濕的在那裡 大叫這樣子 他說What's happening 我說 我說因為妳打呼 我也不好意思叫醒妳 他說不好意思... 他就當場要衝下去 再多拿一個房間 開一個房間 讓我睡覺 後來他終於結婚了 然後我又碰到他 我說那妳跟妳老婆怎麼睡 他說睡中間隔兩間房 所以妳當初就應該這樣子 沒有 可是我覺得睡的時候 夫妻要睡在一起嘛 妳也裝了一個面罩 兩個就是... 沒有 我也戴耳篩 耳機啊 耳機是沒關係 因為那真的滿吵的 我跟你講 耳篩也篩不住 相信我會打呼的人 可是相愛的話 我覺得打呼也不是問題吧 不是 真的 我跟你講他打呼有一天 他自己氣醒了 他在我旁邊氣醒了 這麼…吵 我說是你打呼吵 我說真的嗎 真的嗎 這麼吵 這麼吵啊 很吵 這麼吵 他們就都挖動自己跳 自爆與美聯絡 結婚了之後 我發現奇怪我女性朋友 一個一個都沒有了 因為我是為了要讓 老婆覺得安心 對 但是在我女兒生了之後呢 我老婆就已經不大理我了 就是不會再去查我的手機 所以他比較有安全性 所以你現在是讓自由了 因為有女生的朋友 跟這方面的 我老婆也都完完全全相信了 所以你現在 開始跟你的妹聯絡了 你現在要挖動自己跳 你現在要挖動自己跳 你現在要挖動自己跳